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紹的是 純釀造鳳梨酵素第三集 也就是鳳梨酵素發酵的檢驗與調整 我們秉持專業與詳盡報導的方式 將純釀造鳳梨酵素的紀錄做成四集在拍攝 第一集的話就是前置作業 第二集的話就是酵素發酵 第三集的話就是本片要介紹的是 酵素發酵的檢驗與調整 我們還有第四集是酵素的最終品質檢驗 酵素釀製的方法大家都很好奇也很想學 YouTube及各種媒體也有很多的介紹 這種東西真有這麼簡單嗎? 水果切一切加糖就讓它發酵 時間到就拿來喝 這樣實在要冒一個很大的風險 這個橫跨臨床醫學、化學工業、生物科技 還有發酵釀造等等領域的專業 其是一般人在還沒有正確認識前就能夠深認的 就讓我們看一看一般能夠隨時看到的幾種錯誤的酵素釀造方法 向各位做一個分析 我們把剛剛的話題暫停一下 先看一下這個酵素釀造的情況 這個酵素釋放還沒有完全 果肉沒有全部下沉 酵素還在釋放 所以攪拌後觀察 感覺已經快要發酵完畢了 我們接著前面的話題 首先 能分釀製過程解說如下 第一個 前置作業的階段 第一 常見的錯誤有帶皮釀造 基於食品安全的理由 食品的製作應該不能帶有危險性 例如農藥殘留的問題 我們經常接受國外的資訊 所謂的天然有機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這需要長期的農地無毒 農作無毒 才能夠完成 所以 沒有經過驗證機制的水果 貿然採取這種帶皮釀製 應該要更謹慎一些 所以我們建議的做法就是 削皮釀製會更安全 第二點是發酵的條件 錯誤的發酵條件 會導致釀製物存有酒精的成分 依照煙酒管理法的規定 如果自行釀製或販賣 含有酒精成分超過0.5度的飲料 那麼超過100公升以上 可能就已經違法 這個條件是很嚴格的 而且一般釀製的人 若非專業人員 根本就無法量測酒精的濃度 若喝了以後 還可能造成酒後駕車的風險 二 酵素釋放階段 每一種水果的發酵時間 長短都不一樣 所以很容易造成發酵時間不足 酵素釋放未完全 火肉未下沉 酵素還在釋放 即進行殺菌作業 浪費後續的酵素釋放空間 所以我們建議的做法是 火肉已經下沉 酵素不再釋放 這個時候就需要更長的時間等待 再做殺菌與無氧發酵作業 進行到第三階段的 酵素釋發酵的檢驗 跟調整階段的話 我們的建議做法是 第一個 量取糖度Riggs 因為這樣子可以評估在 一般的稀釋倍數下 是不是達到四口的甜度 例如一般做五倍稀釋的時候 是不是有正常的甜度 若不夠甜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就要做好酵素的糖度調整 那我們建議的做法就是 加糖 假如不夠甜的話 那麼第二點 就是要檢測它的酸度 就是acidity 那 甜的東西喝了會膩 這個時候呢 酸性就顯得很重要 因為甜跟酸是美滋味 從糖度一樣 例如一般做五倍稀釋的時候 是不是美味的酸度 假如不夠酸的話 在這個階段就要做好酵素的酸度調整 這樣子同時還具有降低pH值的效果 然後更利酵素的長期保存 那我們建議的做法就是 加釀造醋 在這個酵素裡面 三 食品保存 為了要維持酵素的活性 一般是以液態保存為最佳 那乾燥的方式雖然可以長期保存 但是也會使活性下降 為了終止酵素繼續反應 我們可以採用比較簡單的 加鹽抑制劑殺菌的方法 以上就先談到第三階段為止 個人對於酵素酵素認為不妥 以建議的做法 那第四階段的部分 就等到第四集再與大家聊 第四集再與大家聊一聊 第四階段 酵素品質檢驗階段的注意事項 本片開始 第三集要跟各位談的是 純釀造鳳梨酵素發酵的檢驗與調整 那我們檢驗一的話 是要談 酵素釋放完全 已無發酵且果肉已經下沉 那調整一的話 就是因為第二階段的酵素釋放 已經無需要調整的四項 那檢驗二的話 調整前第三階段的第一項 量取糖度是53度 因為太甜 所以我們在檢驗三的部分 也在這個時候 順便做調整前第三階段的第二項 檢測酸度是0.6的酸度 那我們的調整方法是 加釀造醋 那使用酵素重量 2100克的20% 就是420克的鳳梨釀造醋 然後準備兩瓶300cc的鳳梨釀造醋 一共大概約600克 那鳳梨釀造醋加入到這個鳳梨酵素中以後呢 一共有酵素中以後呢 就算了 一共有酵素中以後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瓶还剩一些 那调整二的话 就是调整后的第三阶段的第一项 两曲的糖度呢 会降到剩下46度 那五倍西式以后的酵素饮呢 会刚好甜 非常好喝 那加完醋以后呢 我们充分搅拌一下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调整三的 调整三后第三阶段的第二项 检测它的酸度的话呢 会升高到1.3的酸度 那我们加凤梨酿造出以后的效果 有两个 效果一的话呢 是糖度从53度呢 下降到46度 那效果二的话呢 是酸度从0.6呢 上升到1.3 所以呢 酸上升了 甜下降了 这样子调配出来的这个酵素呢 就会很好喝 那我们的检验4的话呢 是调整前第三阶段的食品保存 一般以液态保存是最佳的 那我们调整4的话呢 就是把调整后的第三阶段的第三项食品保存呢 为了要中止酵素继续反应呢 我们采用较简单的加盐抑制剂杀菌的方法 所以在酵素中 加酵素重量300克的0.5%的盐呢 1.6克在这个酵素中来杀菌 这是我们的凤梨酵素酿制到第三阶段的成果 我们感到非常的满意 那第四集的话呢 再跟各位谈纯酵造凤梨酵素饮的品质检验 在我们爱酿造处16-4 谢谢观赏 如果您喜欢 请支持爱酿造处频道 请按赞订阅分享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